为了在假期的第一天 有完整的骑车时间 清晨五点 我们就由万华出发 前往花莲 九点钟 在和平站下车 来到了大佐水溪 这里是宜兰与花莲的交界 也是泰雅族与泰鲁阁族的分界 我们要由这里出发 一路往南奇 探访沿途泰鲁阁族洞人的美丽风情 出发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路过既热血又震撼的一天 今天我们就住在 中横公路路口附近的富士部落 经由前程的民宿主人介绍 我才知道 静静处立于一角的教堂 原来是台湾原住民的第一个教会 创建人是一位泰鲁阁族女士 对于平凡但勇敢的她 能为追求里面而坚持奋斗 令同为女性的我 敬佩万分 用餐时刻 意外得知 餐厅老板也是热爱单车运动 墙上是她拜访全台马祖庙 独特的认证纪念 看到满满的香火包 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次花17天 总共几个马祖庙 500千 先投香油钱 然后再拜拜 拜完求香火 香火求完再拍照 所以我的行李最重的就是香油钱 我要出门的时候换了2万多块50块 起到鸡肉 袋子就破了 因为太重了 和在地友人一夜畅谈 清晨 我们不应前一天的疲惫而辞 在悠扬的教会终生中 迈开脚步 今天我们要加码一条 好友推荐的 位于山寨西旁的采矿道路 登高眺望 台湾最美的曲线 七星坛 并要依这山边小境 经极安前往铜门村 在爬往矿场中 遇到了三位 假日还要上工的原住民朋友 一直推荐我们 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上到山顶 欣赏那里的绝美景观 结果当我们在中途 没有了力气坐在树下休息时 其中一位还特地开车上来 把我们载至山顶 他们的热情实在让我好感动 上海太阳 你看右边 哇 好棒喔 下了山 和好友撒路在山站会合 在教堂诗歌声中 他领着我们在部落里缓缓绕着 接下来就由 留着泰鲁德血医的他带领 让我们的心 能更贴近这段绿色山景 由山站出发后缓缓的骑着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有这样的宁静小径 让我们可以避开假日的车流 轻松的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变弹根的部落就是同门部落 如果天气好啊 我们这样看上去那个云后面那边 其实就是七海山 边骑边聊中 我们抵达同门村 由于 假日来往的车流运喝不少 加上道路狭小回车困难 因此放弃明天 进入木骨沐鱼的计划 改到同门村对岸的北翠谷 在水帘瀑布下享受片刻清凉 在驴一台驴山路高年 谢谢他的带领后 我们陈夜社降临前夺赶一段路 在凤林住了下来 隔天 众骨还披着薄雾 我们趁阳光还没炙热 准备造访万荣部落 以及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 嗨 嗨 早安 这次的旅途即将结束了 我们离开林田山 绕往海岸山脉 要由一九三道路 看望两日来骑过的路途 我想 这是我最心动的时刻 因为以前的想象 如今化为真实的果实 我们已经起绑了这条中央山脉东侧 由太鲁阁逐步落串起的路线 现在我带着新月的心快乐的踏上归途 我们下山脉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